来关注新冠药物研发的进展情况 12月8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批准 新冠病毒综合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N8维单抗注射业及罗米斯维单抗注射业注射申请 这是我国首家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 新冠病毒综合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此次获批的药物是如何研发出来的 在临床实验当中 它的表现如何呢 一起来看报道 此次获批的新冠中和抗体药物 由清华大学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腾胜博药合作研发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在艾滋病领域研究多年的张林奇表示 研发初期想要快速从206个抗体中 挑选出最优秀的两个抗体 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但几十年来对致病性病毒前新研究所积累的经验 助力了此次研发 首先它要结合能力强 结合病毒的能力强 另外就是要阻断病毒进入细胞的能力强 还有呢就是这两个抗体要有相互的配合 它们不能打架 这样的话呢 在抑制效率来说就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发挥了在艾滋领域的这种经验吧 2021年5月 深圳发生阿尔法毒株疫情 当时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16名患者 病毒载量高 病情发展快 获国家批准后决定就此启动此次药物的国内临床二级试验 我们用上去以后病毒载量急剧下降 三天之内很快就快面临转移了 免疫系统的指标很快地恢复 这种恢复就有利于打破病人的恶性循环 有利于重建病人的免疫系统 保护好病人 病人的病情很快得到恢复 同时在全球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安慰器对照研究中 有来自全球四大洲六个国家的847例入组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参与 结果显示此药物能够降低80%的住院和死亡率 同时无论是在症状出现后的五天内 还是六至十天内开始接受治疗的受试者 住院和死亡率均显著降低 这位新冠患者提供了更长的治疗窗口期 发病开始算到用药这段时间 其实发病越晚就是五天以后 你治疗的难度越大 你发病早的时候因为病毒还没有广泛复制 那我们现在证明是五天到十天的和小于五天 效果是一样 所以你来晚一点治疗效果也很好 此次三方合作 从最初的中和抗体分离与筛选 迅速推进到完成国际三期临床试验 并最终在国家药监局获批 仅仅用了不到20个月的时间 一个协作 医院还有科研机关或者大专业校 完了以后再加上企业 大家共同联合 那么一个成绩 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研发出来 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 哦 啊 噢 保败 恐 您